有个师姐的孩子在中国上大学 有天晚上 她在宿舍做了个奇怪的梦 梦见宿舍天花板布满各种被人类残杀的动物族人 用充满着怨恨的眼光看着她 叫嚣着要报仇 她很害怕 这时家里的猫族人过来保护她 不料却敌不过那些动物族人亡灵 不幸牺牲了 猫族人往生前告诉这位小姐姐 只有妈妈的师父青海无上师可以救她 因为师父是赛事佛 听完这个故事后不久 我在打坐时眼前出现这样的一个景象 一只中间有只血红的眼睛 蝌蚪状的棕色病毒灵体 直盯着我 我感觉她要报仇 就跟她说 我之前因为无名吃很多众生肉 不过现在已经悔过 而且吃纯素修行了 可否放过我 可是病毒灵体不肯饶我 很快就裂变成十几只 最大只的是首领 位于中间 带领周围的病毒灵体直向我扑来 在这千钧一发之时 我赶紧诚心忏悔 默念五佛号 祈求师父帮忙 并跟那群病毒灵体沟通 青海师父实在是名师 要跟师父修行 才能超生 很快 所有的病毒灵体 随着五佛号的声音 一起消失在虚空中 通过这两件事 我深深体悟到 娑婆世界 因果分明 丝毫不爽 新型冠状病毒 是一位乱补 滥杀野生动物族人引起的 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惩罚 人类持续残杀动物族人 而且不肯悔改 结怨太深 新冠疫情就是动物族人的亡灵 向人类复仇 因此保护动物族人 刻不容缓 人与动物族人和谐共生 才能风调雨顺 只有吃纯素 才能终止疫情 挽救地球 师父是百千万劫难得一遇的名师 我们在末法时代 能跟随师父修行 真是太幸运了 尽管疫情肆虐 我身边的人都染疫 我至今安然无恙 而且修行以来 灵性逐步得到提升 身心自在 外在的生活也越来越顺 感恩师父 来自中国 至圣师兄 Mindful Chusheng 不明白 what awaits them for all the harm they have done to the animal people the fungible spirits of many slaughtered animal individuals will seek retribution on those who have harmed them if you did not have the protection from initiation you would have been one of them i pray that your story touches the hearts of all who hear it and spores more people to become vegan before it is too late. May you and majestic China awaken the heavenly wisdom within. Vegan, cause it's a great pleasure to see other beings live well and live happily. We welcome your heartlines, stories, and or cute loving animal people clips. Please send them via suprememastertv.com forward slash heartline.